大家好 爱吃一对小猫军又要带大家见面了 年初小火一番的韩剧 黑暗荣耀男二号正成日 饰演何道英 被编剧如此形容 他全身都恰到好处 帅到让人不禁感叹 前几日他在节目中 透露了自己艰苦的成长经历 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接下来就跟随小猫军 一起来看看吧 在本月一日播出的 You Cuse on the Block中 应在Netflix热播剧 黑暗荣耀中 饰演斯文败类准才阀和导音一角 而人气飙升的演员正成日 作为嘉宾出演 关于决定出演黑暗荣耀的过程 正成日则表示 因为听说有可能参演 金恩书作家的作品 所以一直控制日程 几乎等了一年 后来听说金恩书作家 看了《秘密森林2》 从一开始就考虑让我出演 但对于不知道金恩书编剧 早就在考虑他的正成日来说 两人的初次见面 并没有那么愉快 他说刚开始因为不相信 以为选角还没有确定 可能是因为我太紧张了 作家给了我简单的评论 但在我听来却很强烈 作家说 这部分念得再冷漠一点 我还以为会因此落选 但作家告诉我说 从一开始就是你 正成日也盛赞了一起 合作的宋伟桥 看了《海洋荣耀》 第一部成片后 给宋伟桥发短信说疯了 即使从个人角度来看 他也是非常帅气 非常随和的人 然而在剧中 再发气质 宛如天成的正成日 其实从小生活十分艰苦 他最初根本就没有想过成为演员 只想着维持生计 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 身体就不好 在外地量了很长时间 父亲是自由灵魂 一直不在家 我上高三的时候 妈妈身体才好转 可以照顾我们了 父母的角色 由大正成人两岁的姐姐代替 也正因如此 正成人一直很听姐姐的话 因为父母不在身边 我年纪又太小 姐姐几乎就是父母 亲奶奶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开始行动不便 当时还都是小学生的姐姐 和我得去照顾奶奶大小便 在见到妈妈之前 是只差两岁的姐姐 把我养大的 被问到她十几岁的时候 有没有流浪过 对此正成日 给了肯定的答复 因为父母不在家 所以姐姐对我来说 既是妈妈又是爸爸 上小学四年纪时 奶奶行动不便 大小便都靠自己 我的姐姐比我大两岁 她把我抚养长大 当时我太小了 所以我不知道 她是怎么做到的 正成人还说 那时候我还小 姐姐也是个孩子 但她从来没有 在我面前哭过 姐姐总是照顾家人 没有姐姐 我不可能有今天 都怪的姐姐 我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表达了对姐姐的爱意 正成人眼中 喊着泪说 人行道上的道块 都是歪的 下雨后会有积水 姐姐放学回家之前 我实在是太饿了 等到沙子消退了 再喝水 有几次 我用那种水填饱了肚子 其实去别的地方蹭吃也行 但不是得看颜色吗 所以还用那个水 填饱过肚子 这样的回答 让现场的人员感到惊讶 听到这些消息的韩国网友们 纷纷留言表示 河杜岭特有的霸气 全是演技 他有一种很克制 压抑的演技张力 将喝了街区人行道的水 这个太让人震惊了 正成日不止童年很艰难 二十年的演艺生涯 也不是一帆风顺 他的演员生活并不轻松 因为收入不稳定 正成日曾为了维持生计 做过各种兼职 因为不是经常有作品 所以只能打工 还做过送牛奶 送报纸 打扫大厦 代驾 咖啡厅 兼职等工作 因为姐姐的责备 正成日一度犹豫 要不要放弃演戏 但最终用一次次努力 向姐姐证明了自己 为了角色 他曾经通过自学 仅用八周时间 就练出了名品巧克力副机 结果作品却无几而终 最终没有工作的时候 第一次接到了独立电影 角色是深散好的杀手 因为我的心情太迫切了 无论如何都要做 但是当时没有钱 接受塑形训练 因为不知道怎么运动 所以买了八周奇迹速成的书 我是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会学习的类型 但问题是拍摄了两次之后 那部独立电影就倒闭了 感情方面 已经结婚七年的正常日子 老和妻子其实始于网恋 以前是朋友的朋友 怀了他去美国留学了 去网吧确认邮件时 偶然看到他给我写信 问过得好不好 好久没有关注 看到邮件后就开始一直联系 虽然离得很远 但决定要交往 远距离交往三年后 妻子回到韩国 两人又恋爱了三年 结果分手了 而两人重新在一起的故事 也像电视剧一样 他在美国的时候 也和我妈妈两个人做了比诱 因为关系太好 妈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没跟我和姐姐说 是妻子来收尔照顾的妈妈 妻子带着妈妈去了医院 在那里我们又见面了 就这样 重新交往三个月就结婚了 2016年正常日与妻子结婚 并于2017年有了第一个孩子 私下的正常日是非常宠妻的 又宠孩子的 不输他在黑暗荣 对女儿的体贴sweet 妥妥的一枚暖男呀 正常日1980年2月3日 出生于韩国大邱广寓市 2002年通过电影 H正式成为演员出道 此后出演过 《一只玫瑰来》 《邪恶与疯狂》 《秘密森林2》 《产后调理院》等电影 以及多部音乐剧及话剧 正常日为音乐剧演员出身 过去其实也曾在 《秘密森林2》 《我们的蓝调时光》等 大展韩剧中演出 不过或许是戏分太少 并没有因为这两部作品 而打开知名度 他平常不是也会透过 个人社交平台分享生活点滴 近期成为网友话题焦点的 便是他在2017年时 分享自己 花了25000韩元 买了《八周的奇迹》 这本健身书之后 照着书中所说的方式 每天运动2至3小时 便成功在没有私人教练 只靠自己的状况下 成功从一般人的普通身材 变身精壮肌肉男 他跟大方晒出 《八周期间》 身材变化的对比照片 惊人的健身成果 更少不少粉丝看了直呼 这只要八周吗 我的心脏 快为400年开始跳动了 这次在《赫荣亚》中 郑成日设计了一位 优质才法 郑成日的气质 与角色有着天然的同一性 他销瘦而挺白的身材 赋予了角色无形的光环 让这个才华形象既生动 又抽象 即刻又吸引人 你不得不说 这得益于演员自身的修为 并且常天从事 舞台剧的郑成日 有别于一般影视剧演员 热衷表演技巧 他的表演更内敛和受放自如 喜欢用一些细微的表情 来诠释内心的纠结 这源于多年来的默默耕耘 在演技上的千锤百炼 表演对他而言 是一辈子的事业 而非短暂的辉煌璀璨 也正因如此 你才能从他身上 读到岁月沉淀下的从容 之前在《黑暗荣亚》的发布会上 编剧经营书 除了提到何道英很有魅力之外 更夸赞郑成日的低层嗓音 好听得不得了 不管给他什么台词 都被他讲出来 都像是名台词 在这边要特别感谢 他当下郑成日 惊害羞到不行呢 不过谁能否认 这个音乐剧演员的声音 的确无人能挡呢 让他无论在公司 或者围棋馆 或者便利商店 等任何地方出现 都在令人感觉 是一位事业有成的成功男子 不过 虽然郑成日在出演《黑暗荣耀》之后 只为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老公 如今《黑暗荣》第一集已经完结 相比现在大家自己心心念念的 肯定是郑成日在《黑暗荣耀》二 扮演的《河道英》 霍落的什么样的结局呢 虽然复仇是该剧的主题 但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 郑成日在之后的这场复仇大战中 到底会充当什么角色 他到底是孙悔乔的复仇工具 还是两人会擦出一样的火花 实在上人 浮想连篇呢 这个过程中 郑成日既像是复仇者本身 又似乎是为了爱而泛然醒悟 而孙悔乔面对这样的一位魅力大叔 是否会迷失自己 又或者 郑成日最终成为他的救赎者 一切的答案都要在第二集 为我们揭开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